7月16日 星期四 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7月16日星期四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漢賢 過去幾天陽光普照 天氣比較熱 今天情況有些少轉變 我看看天氣雷達圖片就看到了 明顯在香港附近 我們看到今早早有些雷雨區發展了出來 並且影響到香港 看看雨量分布圖就看到了 特別是南邊這些區域都有雨量紀錄 雨比較多集中在大嶼山南邊 錄到有10毫米的雨量 氣溫方面 我們看看今早早 普遍大部份地區最低氣溫 都介乎在27至28度之間 不過南邊的長洲感受到雨區影響 今早早最低氣溫下降至25度 至於天色方面 看看在維港拍到的天氣照片就看到了 今天明顯上空多了些雲 不過同時也有些冷卻 我們在太陽出來時也看到少許陽光 所以預測今日的情況將會大致多雲 以及會有幾陣趙雨 而日頭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天氣仍然酷熱 氣溫最高會去到33度左右 會吹一些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情況會如何呢 我們轉過來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片 首先關注太平洋那邊 這個螺旋狀的雲團 就是颱風浪卡 我們計算浪卡在未來兩天 將會是橫過日本西部的地區 所以提醒大家 若果要去當地公幹或旅行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當地的天氣的轉變 看看在華南地區 我們現在的雲比昨天明顯多了 原因是我們開始受到一度廣闊的低壓曹所影響 所以雲量明顯增多了 我們預計未來幾天 繼續在華南沿岸地區 會受到這條廣闊低壓曹影響 天氣會變得不穩定 趙雨會逐漸增多 特別去到週末以至下週初這個時段 我們預計在這區的雨勢 有時會頗大和有些狂風雷暴 所以展望香港情況都會相類似 我們展望香港未來幾天的天氣 將會是漸轉不穩定 必就要會增多 和會有雷暴 大家要留意著 未來幾天特別週末期間的天氣轉變 好 香港天氣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